德國人喝酒並不是斷杯計 而是斷一公升一公升的計 當是水般喝 你和他們比酒的下場應該是… 幸好我預先請教德國人 教我喝酒之後怎樣解釋醉 我跑跑 我睡 我吃點鹹肉 這就是Bavarian的秘密 吃點好晚餐 是的,雞肉 雞肉是雞肉 就是它 這種聽起來很高級的食物 原來在超級市場都找得到 都挺普遍的 還有一些做得很方便 做了一個PACE 只要早上塗在麵包上 就可以吃到 應該有同樣的效果 我喝多少酒都不怕了 大家今晚 大家早安 頭痛、眼腫、面光還有點暈 一如試試解釋醉神物 看看功效 它是一個欺凌魚 再加上雕草的一個 cream的醬 剛才已經看到 我看到有很多魚 炸上麵包,試一試 很酸 但魚的質感很結實 吃起來也挺好吃的 很開胃 下一款再挑戰玻璃瓶內的醋浸魚 我還決定挑戰一下就這樣吃 看看會怎樣 青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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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為何一定要跟麵包吃 因為很酸 酸得很重要 一大塊的欺凌魚 用果醋去浸 再捲著爽脆的醋黃瓜 其實也挺有層次 多吃兩口 慢慢就會習慣 其實能不能夠真的解掉 我都不是100%肯定 但我只知道我現在 是醒神了很多 因為真的很酸 既然是這樣 不如去找啤酒釀造大師 請教一下專業意見 別忘了喝水 至少是同樣的水 每天都會喝多少啤酒 我們有名的 Spezi Spezi 是一個混合 酒和Fanta 這種德國國民汽水 因為糖分高 而且大酸 加上有氣 應該都有回運的作用 挺重要的 其實在香港自己可以嘗試做 這次似乎解酒成功 大家有足足的話 不妨都試一下 我可以操作 可以操作 我可以操作